嘿,大家好,我是Tracy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AI绘图网站 Gentube是一个完全免费AI绘图网站 出图只要短短两秒钟 重点还是完全免费 图片下载也无水印 不需要任何费用 就能让你尽情地创作图片 你可以用它生成风景照 眼舞照设计logo设计DM 就算你完全不懂AI绘图 也能透过按钮选单 帮你创作出一张超经验的AI艺术图像 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介绍 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 来到首页之后 选择一个你想要的登录方式 然后这里输入你的名字 这里随便输入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问你要不要更换你的照片 OK,不需要,直接下一步 然后我们就来到首页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社区朋友们创作的图像 你可以从这里获取他们的灵感 点选笔刷的图示 就能利用这张图片 修改成你要的样子 如果你不熟悉英文界面 没关系,下载这个外挂程式 透过这个沉浸式翻译 帮你翻译网页的内容 这也是免费的哟 可以翻译网页PDF YouTube影片双语字幕 我也放在底下资讯栏 好,回到Gentube 点选左边的Create 或是直接在上方提示词输入内容 底下一秒就马上出图 而且精致的程度 完全不输给Mijernie 100%免费的AI绘图 让你不用花一毛钱 点选这里 可以选择生成图片的尺寸 底下的Graft Mode 是只要不要开启草稿模式 建议关闭 让你每一张生成的图片 都自动帮你保留在资料库 如果创作的图片不喜欢 点选这个重绘按钮 一秒抽图就是这么快速 完全不用等待 这是我目前用过最快的 AI绘图网站了 简直太惊人了 不喜欢这个尺寸 直接点选这里一秒重新绘制 而且不用再重新输入提示词 无论你想要制作 电影风格 漫画风格 还是动漫真人画 这里通通都帮你完成 甚至连英雄联盟里面的角色 都能轻松绘制 如果你实在没灵感 也不用担心 旁边就有很多现成的按钮和建议 点一点 马上就能启发你的创意 透过按钮生成图片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功能之一 如果你一时之间没灵感 没关系 右手边有一整排按钮 可以直接帮你生成AI绘图 非常方便 OK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操作 首先点选上方 简单输入文字 你可以在原有的提示词上做微调 像我现在 用神力女超人的图片为基础 加上日出时微笑的描述 效果立刻就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想更轻松 也可以完全透过按钮来创作 我在subject这边 先选择一个可爱的兔子 再加上蘑菇 还有一副墨镜 你可以不断叠加选项提示词 接着再创作一个正在学习的女孩 你还可以透过place分类 改变场景背景 或是调整style风格 像是3D卡通风 手绘风 迪士尼风格等等 整个过程非常直觉 透过按钮组合 一秒就能看到成果 完全不用等待 真的超级好玩 AI设计商品 AI设计商品超简单 人人都能上手 你可以透过AI快速生成设计草稿 不需要专业设计师 灵感源源不绝 比如说设计一款 科技感满满的外套 只需要输入简单提示词 AI马上帮你生成效果图 或者帮你设计一件 印有特定字母的T-shirt 如果不满意 按一下重新绘制按钮 立刻生成新版本 你还可以在T-shirt上 加上喜欢的图案 打造独一无二的风格 当然 也可以设计 灌装商品的包装 无论试试什么风格 通通没问题 就连logo设计 AI也能轻松搞定 我这次想设计 一个猫咪咖啡店的logo 直接输入需求 AI马上生成好几个版本 免费使用 抽100次都不用钱 而且秒速出图 完全不用请设计师 接着我再请AI帮忙设计咖啡店的menu菜单 排版美观又快速完成 想要修改图片内的文字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透过OCR识别 就能把图片转为可编辑的文本资料 简单又快速 看到喜欢的设计 只要按一下爱心收藏 就能储存起来 是不是超简单 无需花钱 请设计师设计 自己靠AI就能搞定 省时又省钱 然后点选My Profile 刚刚AI的绘图 通通都保留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再微调这张图片 图片修改 当你点选刚刚设计好的图片时 你可以直接点选Play按钮 透过按钮 轻松变换风格 尝试不同效果 换成吉普力风格 或是3D风格 漫画风格 但是AI绘图有时候还是生成错误 像这个手就出现扭曲了 更改的图片也会保留原图 点选一下 就可以看到 由这张图衍生出来的创作 或者你也可以在下方的提示词栏位 输入想要的效果 进一步细致调整图片内容 像我这边输入 一位男士 穿着这件衣服 AI就会自动重新生成 符合提示词的新图片 非常方便又好玩 当你对结果满意时 还可以直接下载这张图片 保存下来用于行销素材或其他用途 最后 我觉得AI绘图最难的就是调整风格的部分 Gentubia提供风格调整的功能 让你每一张绘图 都能调整成你想要的 风格自由调整 点选这个Gen Style功能 它可以透过坐标方式 依据你想要的风格 自由调整绘图效果 你可以决定这张图片的风格走向 无论是偏抽象风 现实主义风 还是赛博朋克风 通通没问题 整个操作非常直观 只需要拖页调整坐标位置 风格变化就能一目了然 你还可以自由切换 修改风格选项 是不是超有趣 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输入提示词 来改风格 直接透过这个功能 快速调整 多种风格还能混搭使用 创意空间大大提升 操作简单又直觉 不论是行销人员设计师 还是小型品牌创作者都能快速上手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Gentube真的是目前我用过 最快速又免费的AI绘图平台 功能超丰富 风格自由调整 还有超方便的按钮式创作 算是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产出超棒的作品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或者做自己的设计绘制图片 产品图片 甚至是商品设计 真的非常推荐 你来体验看看 连结我已经放在资讯栏 点进去就可以免费使用 有了这样的AI工具 设计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高效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AI 设计技巧和数位创作教学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想看我介绍更多实用工具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